欢迎回来 最近石门水库蓄水率仍然落在三成多 不仅水情指标 酋长时冒出头 梦幻草原更是浮出了水面 桃园有游艇工会从国外引进了两只黄色小鸭 进驻到梦幻草原上 让优美景致多了一分逗趣可爱 石门水库水位低落 限定美景梦幻草原浮出水面 放眼望去一片青草绿地十分惬意 不过怎么看过去还有两个黄色身影 你没看错有两只黄色小鸭来到了石门水库 今天来这边最主要是看鸭 游客特地来就是为了超萌黄色小鸭 一旁孩童更紧拉着爸爸的包包 急着想要看可爱身影 原来是桃园有游艇工会 近日把握石门水库枯水旗的观光商机 从外国买进两只黄色小鸭 进驻梦幻草原 让优美秘境增添了逗趣可爱 很新奇 想要把鸭子带回家 更大一样更漂亮 整个水位要下至到225左右的水位 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水库的范围越来越小 那我们现在的梦幻草原呈现 是相当的漂亮 枯水旗限定美景梦幻草原 本来就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欣赏拍照 游艇工会还在草原上 打设临时码头 方便民众欣赏壮阔草原和峡谷 这回更买进了黄色小鸭 成为石门水库打卡新亮点 记者林珠强 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